随着中国的疫情从3月份开始好转 反之全球其他国家的疫情开始大爆发 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开始寻求回归的机会 而广大的海外留学生却开启了父辈受敌 两面夹击的模式 毕业后想要留在海外就业 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公司停止招聘 就业机会非常渺茫 又因为疫情原因 很多国家暂停学校开放 中国留学生被迫离开学校无处可去 选择暂时回国却又卡在了五个一政策 回国的机票狂涨价两到三倍 竟然还是一票难求 小编身边朋友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最高票价 竟然达到20万人民币 还是经济仓 所以大家对五个一政策做了最好的解读 一个人一旦离开中国成为一个海外华人 就会一直买不到一张回国的机票 而在疫情前 本想着回国过年的留学生 也面临着回不来的尴尬局面 学上了一半有的被迫修学 有的甚至面临被开除学籍无学可上的险境 面对如此尴尬的处境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教育副主任倪敏景 在两会上又深深的摸了一刀 提出了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内的留学生 可以通过今年的高职大专的扩招计划 继续解决被迫中诊的学业 此建议已经提出 留学圈可炸锅了 绝大部分的留学生都表现得十分愤怒 觉得这个提议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 很多留学生气到开始自我调侃 纷纷表示要去新东方学烹饪 蓝翔学挖掘机 面对大家的质疑 尼民警委员马上出来辟谣 被错误解读 标题党害死了人 无良媒体为了博眼球 断章取义误导了大众 委员提这条提案的本意 是针对出国后不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 想要回国继续进行高等教育的 但是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建立一种国际转学机制 目前留学生如果想回国完成学业 要么选择国家自主考试 要么进入开放大学注册入学 要进入普通高校 只能重新参加统一高考 或者参加成人高考 学生之前在国外的一切投入 精力通通归零 这样完全不合理 因此尼民警委员针对于这些留学生的困境 想要提出三种新思路 第一 如果他们愿意进入专科高职 则可以选择相对应的专业进行学习 并且化重点了国内热门的高职专业 如民团高职 修理 艺术出版等 第二 如果这些学生想要进入国内本科高校继续学业 则可以作为插班生申请入学 一两个学期后 如果学生学业及表现符合学校规定 则正式转正 第三 这条非常之关键 就是留学生国外的学分如何转换成国内学分的机制 听完委员的辟谣 小兵觉得这才是教委副主任的真实水平 如果这三条建议可以进一步完善落实 则中国的教育从一定程度上真正的实现了与国际接规 然而这条提议也引来了一些人对留学生的偏见和恶意 有人说到留学生的水平随便平均一下 也就是国内高职高专的水平 这条提议没毛病 小兵想说 其实留学生中所谓混文聘的都是极个别现象 并且基本混到最后都被劝退了 而且这些孩子通常情况下家里都是比较富裕的 就算不上学 也有可能有着千万家产 企业等着继承接班 这些随随便便 就把海外留学生合并了同类项的键盘家行为 小兵建议还是要加强九年义务教育 同时因为我们身处信息时代 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太多元且便捷 使得无良媒体为了心眼穷 写fake news 误导大众的成本越来越低 各个国家也在不断出台 净化网络环境的政策 而作为网民们 大家也应该理性获取信息 理性评论 在没有了解事实的全貌之前 评论前请三思 面对一个信息 可以从多平台多方面考量 而不是人云亦云 提高独立思考意识 保护网络环境 人人有色